两天都发生了 小baby交给人家 不管是拖到了这个拖婴中心呢 最后发生了美眉静兰 耶词的情形 还是送到医院也不安全呢 台北县双合医院非常的离谱 护理人员帮一个才三个月大的 小baby洗澡的时候 被旁边的烤灯给烫伤了 在他左手的上臂呢 就烫出了一个伤口 结果院方竟然指的伤口 跟家属说 这是人家小孩子自己红疹过敏 到了最后院方才坦诚是烫伤 尽管双方企图和解 但是到底医德在哪里 照片中才三个月大的小男婴 看起来好痛苦 白嫩嫩的左手臂 有一道很大的红色伤口 让父母看了好心疼 时间会到九月份 小男婴因为住院感冒 原本二十六号可以回家 院方却紧急来电 要求延缓出院 当小男婴父亲赶到医院 刚开始院方和家属解释 男婴左手臂伤口是红疹过敏 家属却执意是被烫伤的痕迹 到了中午院方知道 只包不住火才坦诚 原来是护理人员帮男婴洗澡 不小心被旁边的直立式烤灯烫伤 一瞬间小男婴左手臂 就像烤肉一样 被烫得皮开肉绽 出现长五公分 宽四公分的伤口 二度灼伤 让小男婴痛得哇哇大哭 张里说天冷的时候 护理人员帮baby正确的洗澡流程 应该要避开高温的东西 因为护理人员舒适 让小小婴儿痛也说不出口 心肝宝贝无端被烫伤 家属气氛要求精神赔偿十万元 院方却只肯赔两万元 尽管双方达成和解 院方愿意赔上后续的医疗费用 但是小男婴的伤口 也成为一辈子的疤痕 中天线文章 丽丽人一帮台北报道